再來我們介紹哈馬辛科技這家公司 它是從南部上來的一家公司 非常的特別是高雄來的公司 我們非常非常的歡迎 今天請到他們的總經理 李先生林總來跟大家介紹他們的公司 謝謝 各位葉劍先生大家好 我想知道我們幸好能夠在這個場合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時間有限 我剛才發現這個時間有點累 所以我盡快跟各位報告我們的經驗 就是說事實上我們是做軟體的 特別是在數位學與相關軟體應用 那過去十年來 我們都是在發展自己的產品 那主要的股東也就是軟體產業 其實這裡面的股東也變了 那實際上更快 之前有個股東叫有力資訊 現在已經選了這個CLEAR 那這個過去我們的客戶 都是一些上市會公司為主 像科技業 服務業 製造業 那當然我們這幾年出這個電子書的 相關的應用 包括你們專輯或是我們服務很多出版業 像國內這個國小的 康宣 全華 冰豐等等還有一些雜誌 那我想我們最近剛 我想跟各位報告好相關 我們的這個 這個互動資訊輸入軟體 我們最近剛拿到今年這個 新規服的創新成果表 其實我們是第二次拿到的 然後後來拿到今年資訊月的 傑出資訊產品的應用獎 我想這部分算是不錯的成績 那我下禮拜只要去歐國 剛好要去這個歐洲把我們的產品 跟很多歐洲學校做一個整合 所以我想台灣如果好好做創新連發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那我想我一開始引用Time雜誌 2006年的一個封面人物 我想各位都知道Time雜誌 每年都會選一個年就封面人物 那各位如果回想 2006年有一個封面人物 沒有人物就寫一個三個字 就是你 你 那那個時候他們認為 全世界將會掀起一個個人的 所謂的social networking的一個風潮 那各位想想看 也不過今年對不對 去年全世界因為social networking 大變革 所以這個impact非常大 那我引用這個故事來跟各位要談 我們來看看現在 大家都在談這個電子書對不對 數位內容 電子媒體 那會不會是下一個 類似social networking impact 有可能 那各位想想看 我們每個人是不是就很容易出一本書 然後我就在網路上放過我的看法 就講前面的blog blog大家不用熟 可是未來呢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趨勢呢 所以各位可以去審視這個問題 當然我不是說出版社的生存的時候 我出版社有專業 比較康念還是有專業 所以你的服務裡面是有價值的 那我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載具的普及 我想各位每個人幾乎都有 智慧你的手機 有平板 所以載具的普及之後呢 我相信各位將來都會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能夠給一個好的 簡單的一個software 不用太多的技術 而且呢 你又可以很容易做到這個 所謂的互動 scenario的情境的提供 那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之下呢 我們幫了很多這個content provider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software 這個software呢 這個software呢 我們可以讓你非常快速的產生你要的建築書 我想各位今天花很多時間看到 未來建築書的標準格式 這個我想非常重要 可是呢 如果我們現在忙在做呢 我不要找到格式出來怎麼辦呢 其實還是有方法 我想網絡人非常的true 那我現在跟各位報告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譬如說你已經有很多個content是PDF PPT 真其他格式 你不想花太多時間了 follow某一個scenario重新編 其實不需要 你就直接匯入 譬如說以我們的solution來講 我們就直接匯入對不對 匯入匯出就一本就已經出了 所以你只要大概我坦白講 我課期裡一分鐘以內電子就做完了 匯入匯出 那你可以選擇說你要上iPad Android I will solve the window phone PC 都可以 iPad Hub 格式等等 那如果你希望讓使用者看到這個電子 是有所謂的互動的功能 所謂的多名的功能 那你可以用我們內建的這個multi function 就把它放進去 那我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有客戶是在做這種 所謂的品質的訓練 資安的訓練 他非常在意這種員工對於資安的認知 我們過去的做法是這樣的 我找部門公司來教你們怎麼做 然後上課完以後就告訴各位 各位懂不懂資安 然後我們做一個怎樣的測驗 但是次元很難測出同仁式證的認知 那現在他的作法就是給一個scenario 這個scenario就是說 這是一個下班的辦公室場景 請問這裡面哪裡违反資安政策 這個圖很小就會看不懂 但是我們故意寫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邊有個機密兩個字的 所以各位一定猜得出來 那個地方是违反資安政策 所以類似這樣的scenario 過去你沒辦法用考試考出來 各位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用部門公司合作 他可以做很多SOP的scenario 那比如說這是我們現在很清楚的六教教學 不管你學英文 學這個成語 你就可以把資料輸入 那我們在設備的這個教學維護上 你可以怎麼樣接線 故障排除 那我們在化學實驗上 化學的配方 化學的這個組合 很容易做 甚至我想做一個製造天童 你這個做到非常多元 你要360度旋轉對不對 你這個物件要翻轉 要很多圖片的這個360度情境的旋轉 都沒有問題 就是說對於使用者來講 不用再去學那種像以前那種辰式語 不用學了 你就把你要的圖片放上去 放上去放上去 對不對 自動就可以翻頁翻頁翻頁 然後有些效果我就給你 所以因此呢 如果你想做到互動的機制 我們就提供給你這樣的機制 所以簡單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tool我可以做到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整合各種多媒體 你可以輸出成各種載具 你可以去把各種模擬的互動 甚至你可以做很多 在乘書以後 我把它輸成電子書之後 我們方便教學者 譬如說出版社或教學者來學習來使用 譬如說我們就提供了 將近有50種的編輯工具 不然你要放大縮小註記畫底 然後這個立可貼等等 非常多遠 那剛才一開始跟各位報告 我們是做軟體的這個研發 所以其實Telemet的特質化的需求 其實都是我們的強項 那這幾個例子呢 我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些block的function呢 是都可以你任意的托放 把它縮起來 那這個東西的功能是非常多元 那我鼓勵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到我們後面的攤位 來給我們可以做一個註明 那我們的工具最大特色就是 你不用去管你的格子該怎麼付費的 不同的載具 你在最後程序的時候 我們就給你選項 你就勾你要Tablet、Smartphone、IOS、 Zoey、Windows Phone、Windows 7 你就勾一勾 你要來種格子 就勾完 就按一個button 所以你們根本不用去 使用者根本不用在乎那個技術問題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 如果我們給user 我們給各位的這個出版的朋友 你們只要用非常方便的方式 來產出電子書 其實那個我想對你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那你應該想的就是說 未來你的content應該放生 對 你content的品質 content的素質 content的趣味性 你再把它加強 那我們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剛才跟各位報告的是 它是有關於在前台的這個 電子書的製作 那其實所有的書需要管理 所以因此我們在雲端的管理這部分 我們有完整的選項 那同時呢 我們都知道平板 未來的平板在教育上 我們以這個國小教育來講 現在都在做電子書包 那其實我們現在也幫很多 現實教育局做了所謂的e-back 就是所謂的它在開機以後 各位都知道小朋友開機 我們必須讓小朋友開機的電腦是OS 各位來講 打開電腦是OS 對小朋友來講其實不需要 我們剛剛開機以後 它是一個某個學校 入口名材 什麼教材、課程 我們這個參考書之類的 所以那個叫電子書包的軟體 所以我們也把這部分整合了 所以我們在整個雲端整合裡面 就從邊締端到管理端 甚至到服務端 我想我們這樣的機制 好 我想在整個雲端的服務裡面 這是一個思議 這是某一個現實教育的這個例子 他們現在已經都普及到 這個他們全縣的各個學校 其實跟各個包含 其實教育部 我大概在教育所小的這個 國中小百分之八十的這個 使用的這個 將來的入口 會是我們服務的 那這個應用其實很廣泛 包括機械、製造、光電、手機、教育、航空 非常多都可以運用我們這個手術學校 包括這個餐飲部、製造等等 所以其實各位可以思考 在座不管各位的這個 做content、雜誌或是書籍 其實你們在未來的這個各行業裡面 都要思考 因應未來這個很容易去generate的一個 電子的媒體 那各位應該思考 那個必須嗎? 我最後引用這個 最近各位都知道 這個美國的Amazon的故事 就是說 他做了一個Kindle的這個樂器 他以前出書 可能跟作者猜賬是 他拿70% 作者拿30% 現在擺過來 他給作者70% 他拿30% 各位知道impact是什麼嗎? impact是創造了非常多 百萬美金的素人作家 所以impact大不大?很大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要看只是作者 我們看的是各行業運用 各位知道我們的製造業 他拿電子書、電理情路到國外去參展 他不用扛進去 他可以把那個訓練的流程 他把維修的紀錄 在現場就給客戶看 我們的教育 各種行業都可以用 所以在座各位應該思考 有沒有機會 未來絕對是一個 content 非常有影響的事情 好不好? 那我的時間先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